昨天晚上我让班长把咱们参考书目发到了 大家收到了 在这里边我要说一下 就是关于文学理论课程的参考书目 大家可能还没开始读 但是如果你开始读的话 你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什么呢 很难懂 读不懂 很困难 我告诉你 这是非常的正常的 但是呢 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很正常 原因是因为你是专业的 你学这个专业 这个专业 专业的学习从来都不是轻松愉悦的 我就记得是哪个教练的说过 就是说怎么评判 怎么评判运动员是专业运动员 还是业余运动员 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 他有没有受过伤 如果打乒乓球 一个人打乒乓球 他要是每天都很强身健体 那基本他就是业余的 专业运动员身上浑身到处受伤 那同样的 你作为一个中文专业的学习者 那你也得 你要是专业的 你区别业余的 你也得受过伤 那受过什么伤 学习的伤 读书的伤 就是读不懂的伤 那当然这个很正常 而且我相信一个运动员在上奥运赛场之前 他一定经历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那个业 就是我无论怎么训练 我训练了很多 我太刻苦努力 但是就是成绩没有提高 这很正常 对于他们来讲很正常 那同样的 对于你们来讲 你们肯定也经历 你要做好准备 未来的大学四年 你一定要经历无数个这样的日夜夜 就是你无论怎么看书 你看了很努力 但是你就是看不懂 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你当你进入到这种状态当中 恭喜你 你即将成为专业人士 即将成为 所以说不要期望说我们中文学习 天天风化学习 天天每天的就是诗词歌服 特别的愉快 那不可能 不可能 而且作为中文系的同学 你们现在可能没有感受 将来你可能会有一种感受 尤其当你毕业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专业身份的焦虑 这种焦虑是什么呢 就别的专业出来 学出来之后 我都有一技之长 对吧 这个数学系的学出来 我会算 外语系学出来 我会说外语 法学系学出来 我会懂法 那你们呢 中文系专业出来 你会什么 你怎么能说 我会说中文吧 对吧 那接下来 你的独特性在哪里 你的独特能力在哪里 大学四年你要训练 在我看来 中文系专业同学 你要训练基本的两个能力 第一个能力就是什么 就是你要有阅读和写作文言文的能力 这是一个基本能力 当然你要做到这一点 那你的古汉语知识 语言学知识 文字学知识 你要相当的重复 第二一个 你要有什么能力 你要有会进行文学评论 以及文学批评的能力 这个东西 就刚才上一个班上课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下课还问我 说老师 我读陆瑶的平凡的世界 我觉得这个小说写的挺好 但是我就是说不出来它哪好 那为什么 我怎么才能说出来它哪好 一个我说当然这个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 专业的文学评论者要把一部作品放到历史的背景下 换句话讲 你刚刚开始学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陆瑶的文学的世界 在整个文学史当中 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在陆瑶之前的这个作家是怎么写作的 你没有这样一个参照坐标系 你当然不知道这个作品怎么评价 所以那怎么办 你要学习文学评论能力 你必须要有充分大量的文学史知识 你要读大量的文学作品 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做好准备 你要想成为专业的 你要想成为专业人士 你必须要有把自己读书读伤了读吐了的可能性 你只有这样 我估计上完一个礼拜的课 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你们已经可能各个专业的 就各个中文专业的 各个老师都在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读书 读书很重要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做 文学理论也需要你读书 但是我从来都觉得文学理论 大家做好准备 你肯定看不懂 没关系 慢慢看 如果说你要是哪样看不懂 没关系 你可以问我 包括咱们这个教材也是一样 如果教材你要是看不懂 因为我觉得这本教材 写的极为简单 我觉得一个高三毕业生 你应该能够自己读懂这本教材 当然 如果你说你说我读不懂 只有一种可能 你读的不认真不仔细 如果说你还 老师我还读不懂 那没关系 你找我 我给你一对一辅导 这本书的教材当中写的稍微的有点简单 所以说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基本上不按照他的教材 因为我觉得他很多东西没有讲透 但是他的好处是他面面俱到 他的基本上所有的内容都涉及到了 所以说这是这个问题 今天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从第一部分开始讲起 我们讲的就是第一部分叫文学本质论 那么我们在这用的一个题目 题目叫做视欲 什么叫做视欲 视欲就是你目立所及能看到的那个镜头 就是你的视线的视野范围 那么所谓的文学的本体视欲 就是关于文学本质这个问题 我们能够看到的镜头是什么 我们能看到的镜头是什么 好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讲几节课 就要讲几节课 可能这几节课还讲不完 而且去年之前我们让你们看的视频当中 已经我讲过了 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讲透 还要继续讲 第一个文学本质问题 所谓的文学本质 其实我们就在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文学是什么 追问这个问题 当然在这里边我要强调一下 就是在文学理论课上 我基本上也秉持着这样一个观念 我上课讲很多问题 不是把问题搞得更清楚 而是为了把问题搞得更复杂 为什么 因为复杂才是这个事物的本质 很多问题 你之所以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 是因为你把它想简单了 而不是因为它本身就这么简单 很多事物一旦你去追问 一旦你去考究 一旦你去质疑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很复杂的 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的 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在就你们这么大 好像是大二还是大三 当时也是中文系 学一门课程 叫做这个外国文学史 学外国文学 你们知道上来 一般来讲讲外国文学上来 就是从哪开始讲 就讲西方从古希腊开始讲 然后上第一节课的时候 我们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时外国文学老师上第一节课说 说同学们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什么这个作业 就这个作业如果你做好了 做完整了 期末考试的时候 你不用考 我直接给你一百分 什么作业呢 就是回去以后 你把古希腊神话当中的人物关系搞清楚 就是你到时候列个表 你把所有人物关系搞清楚 你只要把这个表处理一下 对吧 期末考试之前 你交给我 我觉得你这个写的还合格 那OK 你就可以期末考试 直接一百分 当时你看 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当时听了这话之后 我当时还比较年少轻狂 我说老师这可是你说的 对吧 你可不要反悔 好 接下来我就开始干这件事情 专门去查资料 古希腊人物神话 从这个书里外落 后来越书里就发现 就是越乱 越书里越乱 越书里越乱 因为发现很多的不同的书当中 不同的记载当中 有不同的 基本上到了期中的时候 我就放弃了 老师我还是参加期末考试吧 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就是很多你想的很简单的问题 其实没那么简单 你只要去深入地去发掘它 研究它 你都会发现都不是那么的容易的 所以说接下来反过来 也给我们一提示 当你觉得很多事情 这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吗 事实上来讲 可能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 那么文学本质问题也是如此 文学本质问题可以说是文学理论当中 你必须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也是文学理论当中最难的问题 也是文学理论当中 至今为止 诸多问题当中 还没有一个明确答案的问题 所以说今天这些课可能会比较枯燥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好 接下来关于文学本质问题 那很简单 我们既然要探讨文学是什么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工作呢 给文学下定义呗 给文学找一个定义 那下完定义了 基本上就确定是什么 比如说你去参加辩论赛 基本上参加辩论赛 首先要干嘛 就是准备题目的时候 首先要干嘛 就是这个题目当中 你要给这个题目当中每个词下定义 比如说辩论赛当中一个题目 给你评论 爱情是自私的还是无私的 好 首先我参加辩论赛 我要准备这个辩题 我要怎么办 我首先界定一下 什么是爱情 对吧 对吧 比如说对吧 比如说你说这个两个人 对吧 刚见了几面 互有好感 叫不叫爱情 这个就涉及到问题 对吧 然后接下来你还要定义 什么叫自私的 你还要什么叫定义 什么叫无私的 因为只有加了定义之后 我们才能够把 今后在讨论过程当中 我们的界限才很清楚 我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才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 那好 接下来 所以说文学本质 也是要寻求一个定义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 我首先告诉大家 现在从学术理论 学术的角度上讲 面对这个问题 比如你要去翻书的话 你首先会遇到一个障碍 就是文学到底可不可以定义 文学是否可以定义 看上去一个简单的问题 但是在今天的学术界 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它的困难之处在于什么呢 有很多的理论家 都要都提出一个问题 都处理出一个问题 就是文学好像没办法定义 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代表 有很多的哲学家 有很多的哲学家 第一个 我说的文学不可定义 有很多的哲学家 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说文学不可以定义 重要的代表就是谁呢 维特根斯坦 如果说大家对西方哲学了解的话 它是开启了后来 尤其是20世纪以来 分析哲学的重要的代表 当然分析哲学很复杂 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对这个哲学 这个流派非常的崇敬 但是呢 它有一个观点 首先它有一本书 早期的时候写过一本书 叫逻辑哲学论 逻辑哲学论 在逻辑哲学论当中 它就把整个世界一分为二 它从语言的角度 把这个世界 它说这个世界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可说的 一个是不可说的 什么叫做可说的 什么叫不可说的 就是可说的东西呢 就是指的是 在这个世界当中 语言能够清晰 找到它的对应物 比如说苹果 脑海当中立马上 什么叫苹果 比如说我说桌子 你说脑海当中 就浮现出一个桌子的形象 我说手表 你脑海当中 浮现一个手表的形象 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可说的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些东西 是不可说的 比如说人生 这个词 请问什么叫人生 理想 比如说爱情 这个东西 你当然可以 这个词是存在的 但是它指的是什么 好像不清楚 比如说什么叫人生 很冲向 但是虽然我们在用这个词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词到底指的是什么 后来我查了一下 现代汉语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 对这个词的解释是什么呢 是指的是 人的生存与生活 叫人生 你觉得这个解释 你能认同吗 好像对 但是又跟 好像什么都没说一样 他说这种东西 就是属于不可说的 因为你没办法 找到一个明确的对应物 它不像说 我说葡萄立马反映出来 葡萄是什么 人生你就反映不出来 他说这种东西 就是不可定义的东西 后来呢 他又写了一本书 叫做哲学研究 哲学研究 那么在哲学研究当中呢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什么呢 家族相似 家族相似这个概念 后来被很多的理论家 哲学家反复使用 尤其是在使用什么呢 当一个事物不可定义的时候 或者说它的本质 难以寻找的时候 我们说这种概念 就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 那什么叫做家族相似 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 家族 什么叫家族 比如说我就想确定一下 谁是我们家人 谁不是我们家人 好 想起来这事很简单 对吧 谁是我们家人吗 我爸 我妈 是吧 没问题吧 肯定是我们家人 对吧 对吧 那好 爷爷奶奶算不算 应该算 老老爷爷应该算 那好 接下来 你爸的哥哥算不算 你爸 你说不算 你要说不算 你爸的哥就说 怎么着 我还不是你们家人 他肯定不乐意 对吧 你爸的哥哥算不算 好像也算 好像也得算 那好 你爸的哥哥的妻子算不算 算 你爸的哥哥的妻子的妈妈算不算 你要说都算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可能 对吧 全中国人都算 咱们都是一家人 那好 那我怎么确定 确定谁是一家人 如果说你说 你爸的哥哥 算 但是你爸的哥哥的妻子不算 你等于把人家给拆开了 对吧 所以说后来就发 你们发现 其实家族这个概念很难定义的 什么叫家族 你很难画出一个清晰的说 这些人是我们家人 那些人不是我们家人 它是一个不断延展的概念 以至于这个概念当中 你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界限 他说很多概念 就是属于叫家族相似的概念 而维瑟跟斯莎 在谈到这个问题 他举的是什么概念 游戏 他说什么东西叫游戏 什么东西不是游戏 这个东西也很复杂 比如说你说什么叫游戏 一个 几个小男孩在这踢皮球 算不算游戏 你说肯定算 那好 你说踢皮球要算游戏的话 那请问 比如说世界杯 足球 踢足球 那算不算游戏 你觉得好像也算 好像也算 比如你玩的游戏 算不算游戏 但是你说 那请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为什么认为这些东西是游戏 你玩的电脑游戏是游戏 踢足球你也觉得算游戏 甚至你玩的什么剧本上 这些东西 你觉得都算是游戏 它为什么是游戏 都有什么特点 娱乐性 那好 那接下来有人说了 你说是娱乐性对吧 有人说 我觉得考试也挺有意思的 对吧 我觉得我在考试当中能感受到巨大的快感 它让我产生了愉悦感 而且你要知道考试要做题 做题就跟那个什么一样 就跟你玩游戏的过关一样 我做对一道题 我有一种成就感 做对一道题 我有一种成就感 所以考试学习也是一场游戏 有没有道理 好像有道理 那好 按照这个道理 整个人生 其实就是一次角色扮演游戏 有没有道理 人生就是游戏 你干什么都是游戏 哇塞 这个游戏概念就无限扩大了 那好 到底什么是游戏 其实这个也就跟家族那个概念一样 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 那其实这种观念的背后 这种观念背后 就认为有些概念 像诸如像文学这样概念 美这样概念 道德这样概念 它是没办法定义的 你也就不要去想用一句话 能概括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道理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很有道理 当然很有道理 他后来有一个追随者 就是也是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 叫莫里斯韦茨 莫里斯韦茨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 《理论在美学中的作用》 《理论在美学中的作用》 1956年 他说其实当我们在给很多的 当然他这里边探讨的就是对艺术的定义 他说给艺术下定义这个概念 因为艺术定义 其实跟文学定义差不多 它也都是个老大男问题 他说给你 假设你要给艺术下定义的话 他说这是徒劳无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正如你说的是 你在定义一个不可说的事物 你在定义一个根本就没办法定义的事物 而且他特别指出了 艺术有一个特点 它是不断变化的 艺术有一个什么特点 它变化呢 它经常会有新的形式 案例 或者是一系列的观点思潮 艺术不断的革新 艺术的形式不断的革新 艺术的思想不断的革新 因为它不断变化 所以说就会导致 一旦你去试图定义它的时候 就会有些艺术家来去挑战这个定义 所以说你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艺术 后现代主义艺术是什么 就是对已有的艺术定义的不满和反叛 那接下来因为他处在别人 那请问你找一个明确的定义 还找得着吗 找不着了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这个当然他们两个 维特根斯坦跟韦斯两个人 都是分析哲学代表 另外还有一批 我们经常后面会提到 他是一个反本质主义者 代表人物 就是我给大家 那个参考书目当中一个人 就是乔纳森卡勒 他在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当中 也提到了一个问题 乔纳森卡勒 他在这个文学理论当中 那是1981年 他的文学理论 他在这个文学理论 如果你去看这本书的第二章 这本书的标题是什么 文学是什么 它有什么关系吗 你要说文学是什么 没什么 但是他后边跟一句 这个跟一句就特别欠 文学是什么 它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卫生意思 文学是什么 这问题重要吗 当然不重要 这文学是什么 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 乔纳森卡勒看来 文学是什么 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 而且他给出了很多理由 比如当今的文化理论 已经压倒了文学理论 以至于文学跟其他的东西 都融为一体 类似这样的观点 到最后 乔纳森卡勒 到最后 确确实给出了一个文学定义 他给出的文学定义是什么 什么叫文学 文学就是特定时期 某个社会团体 认为是文学的那个东西 这不是跟没定义一样 这不是下扯吗 这不是废话吗 对 他就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 不重要 文学根本没有本质 没有一个本质 那好 这种观点 对于这样的观点 我们能看待 就是如果说当今时代 你会发现 你要想试图给文学下定义的话 你必须要回应这些理论家的观点 那好 对这样的观点怎么看 好 我要在这提出来第二个问题 理论与经验的区别问题 理论与经验的区别 区别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文学是什么 文学到底 它跟别的事物的界限在哪里 在我们的观念当中 是不是应该 总觉得应该是比较确定的 对吧 比如说我说 哈姆雷特算不算文学 你觉得肯定算 但是反过来 假设我说 你打开 比如你新买了一个什么 对吧 一个什么类似于 什么电脑 或者是什么机器 然后你打开他的说明书 请问那个说明书上的文字 算不算文学 你们觉得是不是文学 肯定不是文学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关于什么是文学 什么不是文学 我们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点 而这个区别 就界定于什么 经验 所以说在经验当中 它是可定义的 而在理论当中 它具有似乎某种不可定义性 但是这个不可定义性 是一个引号 于是就会发生经验跟理论的矛盾 经验当中我们觉得 这个文学是什么 很清楚 但是在理论上 你会发现一旦划进一个太明确的界线 思路很难 那好 当经验跟理论当中发生明确冲突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听经验的 还是听理论的 或者说更加偏重哪一个 这是在文学理论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的一个矛盾 当然 这些人 他们的观点就是 要严格的从理论出发 他就是不可定义的 但是我在这要说 包括不光是我 很多的中国学学者都要说 其实首先 理论是要从经验出发 从某种程度上讲 之所以有了理论 就是对经验的某种提炼和总结 理论一定是源于经验的 那么接下来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那么当我们发现它不可定义的时候 或者定义起来比较困难的时候 是理论出了问题 而不是经验出了问题 那我们应该找 有没有一个更合适的定义方式 而不是说 我们就说这个东西不可定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可能是我们固有的定义方式出现了问题 所以才会导致它似乎不可定义 而不是说你上来去说 这个问题你撤了 不重要 因为事实上来讲 还是刚才我们在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当我们使用文学的时候 使用某个概念的时候 应该是有着它相对确定的意思的 我们要找的其实是相对确定 而不是决定确定 这是我们在这要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 接下来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那么既然我在这强调了 文学应该是可定义的 那么接下来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 文学定义方式 文学怎么去定义它 你既然说文学应该可以定义它 那好 而且你说了 文学是可定义的 但是只不过那些看似是不可定义的观点 其实是源自于人们的定义方式有问题 那好 这样我们要找怎么去定义文学 怎么去给文学下一个定义 好 这里边就涉及到定义方式 最简单的定义方式是什么 其实你们在学英语的时候 基本上老师在头几节课的时候 都会教给你们一个东西 就是一种表述方式 就是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What's this what's that 就这种话 其实这是什么 这种表述方式就是定义 比如说我说这是什么 这是粉笔盒 你又想这个场景应该是一个什么场景呢 一个小孩看不懂 我说老师这叫什么 然后你说这是一个粉笔盒 这是不是定义 这就是定义 而且这个定义是非常具体的定义 告诉你一个事物 而且给它了一个命名 这个事物 这个定义非常的简单 所以说我们有一种说法 管它叫做实质性定义 实质定义 就是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就是来寻求这种定义的确定性 但是这种东西呢 当我告诉你这是粉笔盒的时候 其实我根本没有告诉 关于这个粉笔盒任何信息 我只是告诉你了一个 这个它叫什么 我只是告诉你用什么符号来叫它 事实上讲 关于它的独特性没有揭示出来 所以说接下来 实质定义过于简单 比它稍微复杂一点的 就是什么呢 逻辑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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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就是说法 比如说我问猫是什么 我说猫是什么 那好 接下来按照稍微 实质定义就是抓了一只猫 这个就是猫 认见了 这就是猫 那好 逻辑定义 我现在没有猫 但是我会重新告诉你 猫是一种动物 那好 接下来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猫是一种 就是把猫跟另外一个概念结合起来 然后说这个猫是处在一个什么概念的结合之下 这是我们管它叫逻辑定义 那么这种逻辑定义的一种 它就比实质性定义稍微复杂 因为它要把这个你所要定义的东西放在一个关系体系当中 那么这种逻辑定义的重要的代表是什么 一种有这种方法叫做数加总差法 数加总差法 什么叫做数加总差法 这是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当中就可以谈到的 谈到的一个重要方法 以至于在很多的你在学逻辑学的时候 都是采用的对事物的定义都采用的是这种方法 以至于很多的教材当中 包括我们这个教材 在论述很多问题的时候 都采用的是这种思维方式 当然可能你乍一看看不出来 但是你仔细看你会看得出来 它是这种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数加总差 就是你的有一个公式 就是你的背定义项 我要定义这个东西 我怎么定义呢 首先要找到它的总差 跟别的数的区别 再找它临近的数 先找总差 再找临近的数 那什么意思 总差指的是这个事物 或者说背定义项 与其他事物的区别 而找临近的数 找它的是什么 找的是背定义项 这个事物 就是它背后的一个 数在一个什么样的集合之内 这个事物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集合之下 好 这个你们 稍微接触过中学数学 其实基本上就能明白的意思 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 我说猫是什么 猫是一种动物 当我说猫是一种动物的时候 其实我说了一个概念 第一个 有一个概念叫动物 动物是一个大概念 猫只不是这个大概念下面的一个真字集 那好 数加总差的定义方式很简单 假设我被定义的事物叫做A 然后我要想确定A到底是 A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要找到它的数种概念 一个大概念 就是S 我说A在S当中 但是在S这个集合当中 还有很多其他的集合 还有A还有B 那接下来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第一确定A在S当中 第二个概念就是 我要确定A跟B之间的差别 我只要确定了A跟B之间的差别 我就能够定义A到底是什么 所以说数加总差法 第一个看 A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什么集合当中之内 第二个A跟在这个集合当中的 其他的机构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数加总差法 那好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说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这个概念其实人是什么 这很难定义对吧 人是很难定义 人是动物肯定大家是不能接受的对吧 人不光是动物 动物有很多 那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对吧 比如说这个就涉及到你们生物学上 门纲目科数种 就看他这个分类 其实门纲目科数种的分类 就是数加总差的分类对吧 比如说人是一种动物 人是这种什么 当然你说哺乳类动物 而且不是哺乳类当中动物 当中什么动物 灵长类动物对吧 灵长类动物 好 接下来这个里边你说 人是一种灵长类动物 基本上就给人下一个定义 但是这个定义呢 你会发现还稍微简单 假设我要说人是灵长类动物 错是没错 但是好像不够准确 我要说在座的各位 都是灵长类动物 你们是不能接受的 你们肯定是不能接受 你们肯定觉得这个还不够准确 为什么呢 因为灵长类动物有很多种 还有灵长类动物有什么 猴子兴兴沸沸 类似这种 对吧 我得把这个东西 这俩东西还得再区分开来 怎么区分 怎么区分 那你就要说 我跟猴子兴兴沸沸之间有什么区别 对吧 好像没区别 当然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有一个成语叫朝三暮四 就是你早上给他三个桃 晚上给他四个桃 他会很开心 但是早上给他四个桃 晚上给他三个桃 其实给的量是一样的 但是他会很难过 很难受 他不满 为什么呢 他就是猴子兴兴沸 这种动物他比较什么呢 智商比较低 他没有识破 就是没有一个通关全局的能力 所以说你可以说 我们跟这些 这对动物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是具有什么 我们具有高智商 我们是高智商的 好 接下来这个定义就可以延展出来 我们说人是一个什么 具有高智商的灵长类的动物 有没有道理呢 有道理对吧 那好 接下来我要这么说 人 大家都是有高智商的灵长类动物 好像也觉得哪里奇怪 对吧 我是有高智商 我是灵长类动物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对 不对在哪里 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有的人可能具有高智商 但是他可能在这个 比如说鲁宾逊飘漏迪 就类似这样的故事 把一个人放到一个荒岛上 他每天都对吧 钻木取火 然后就只有他一个人生存 你说那个时候 他的那个生活方式 他能不能叫做一种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总觉得他好像就偏向一动物 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什么呢 他不具有什么性啊 不具有社会性 对 社会性很关键 所以说我们就说狼孩 知道吧 狼孩我们说他是人吗 好像他具有人的基因 他具有人的属性 但是他好像不太算人 因为什么 他不具有社会性 所以说还得加一个定义 具有社会性 好到这儿 你会发现 就稍微好了 人是什么 人是具有社会性的高智商的灵长类的动物 所以说我要这么说 你在做各位同学 你是具有社会性的高智商的灵长类的动物 稍微是说舒服点了 对吧 你会发现这种定义方式是什么 你会发现最开始人这个定义非常难定义 但是我通过鼠家种插法 我首先确定他在什么比和哪 然后接下来不断的去区分他跟这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我就能找到这个事物的本质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定义 本来不太好定义东西给它清晰化 那好 顺着这样的思路 我们能不能以这样的思路来去定义文学呢 好像是可以的 好像是可以的 那么这里边 以鼠家种插法来定义文学 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你得找到 刚才我说的 你既然要找到A 你必须要找到A的一个大的 处在一个什么集合内 找到那S集 那同样的 你也得找到 在文学之上 文学属于什么大的概念之下 我说人是一种动物 这个没问题 但是我说文学是什么 文学属于一个什么概念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第二问题 文学的存在方式 文学的存在方式 这个可以这么说 是定义文学的起点 是定义文学的起点 什么意思呢 我们去想文学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存在的 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可以概括它的概念 那好 文学的存在方式无非就这两种 当然这是最简单的两种 一种是以物质方式存在的 一种物质形态 一种是以精神方式存在的 那好 你们应该听了我去年课 我上课的时候讲的 文学是精神方式存在的 还是物质方式存在的 精神 应该是精神 当然这个问题 就会有一些网上的小朋友跟我质疑 说老师 文学难道不是物质形态的吗 当然我知道 其实这种追问的背后 有的时候大家你要知道 一个人当他问问题的时候 其实他问问题 问的问题是什么不重要 他问题背后的问题才会 还会很重要 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理的 当一个人问 应该怎么做饭 做饭怎么做 你要知道这个问题的问题的问法是什么 他背后 你要知道他背后有很多其他的潜在台词 第一他需要做饭 第二一个 他在做饭这个问题上 他几乎没有人知道 就是他背后有很多潜在词 但当人们去问 当人们去质疑他 难道不是以物质方式存在 他背后有一个潜台词 就是当我们 文学以精神方式存在 颠覆了他所谓的那种哲学关系 叫做物质决定意识 对吧 所以他觉得怎么可能 难道物质不决定意识吗 难道文学就只是意识吗 那好 于是接下来他就说 那比如说 假设 我说你说红楼梦 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形象 各种各样人物形象 都是精神性的 都是不存在的 现实当中没有的 我承认 但是这种不存在的前提是什么 我首先拿起一本书来读它 没有这本物质的书 这些精神就不会在我的脑海当中存在 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 对吧 但是在我看来 这就叫抬杠 为什么 因为你要这么说的话 就是说我们说的是 我们在这探讨的是什么 物质形态追问的是本质问题 不是最关键 物质形态当然很重要 但是物质只是什么 只是媒介 或者只是载体 对吧 就好像我在探讨 就好像我在探讨水是什么 你跟我说 假设你在研究水是什么 你没有杯子哪来的水 对吧 水都在撒地上了 杯子是媒介 我们要研究的是 这个水是什么 你不要把那个承载水的那个媒介 当成了这个事物的本质 当然这个问题 确实也有人去研究过 就是在学书学书研究 将来你们写毕业论文 就是媒介的本身 载体的本身会影响内容 比如口头文学 网络文学 不同的媒介 它会对内容的传递 有着不同的影响 这是肯定的 但是这不是本质性的影响 我们在这探讨的是文学本质 文学一定是以精神方式存在的 以至于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去年看了一个电视剧 我没看这个小说 但是我看过了这个电视剧 就是由猫腻的改编的一个电视剧 叫做《庆余年》 《庆余年》里边 让我有一个情节 我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主人公范贤 他干了一件事情 他把《红楼梦》背下来 他把很多的 李白杜甫的事全背下来 因为他就是怎么说 他也不是往前穿越 也不知道怎么说 他是往后穿越 但是穿越到一个古代社会当中去 然后接下来他把这个背下来 然后就火了一把 对吧 你会发现在他的那个年代 李白杜甫不存在 但是他带有这前世的记忆 你会发现 这些作品是以精神方式存在的 而不是以物质方式存在的 只要精神方式存在 那把这个作品就没有消失 包括有的人说 有些作品 我们就像说王毅了 找不到了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比如说确实 古代有很多书找不到了 然后接下来 你能说这个书还存在吗 那确实不存在 但是这个不存在 是以精神为标准 还是物质为标准 以精神为标准 只有 比如说《红楼梦》 我说全部都烧掉 它确实是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人们的意识当中存在 才存在 什么时候 那个最后还记得 《红楼梦》的那个人消失了 他死掉了 那么《红楼梦》真的就不存在了 明白这意思吧 当然这个时候 肯定有杠精会说 那好 最后那个意识 它是什么 它有大脑 大脑是物质还是精神 你非要这么说 那就没什么可说了 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要谈到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它是一个 文学以精神形态来存在 它是起点 那好 顺着这个起点 我们按照暑假总差法 我们大致可以找到一个文学的基本定义 什么定义 首先 在物质跟精神方面 文学 物质跟精神方面上 它肯定是属于精神的 肯定是属于精神的 它不是物质的 或者它本质上不是物质的 它最根本的东西吧 那好 在精神形态 人类的精神形态有很多种 那比如说 哲学 是不是精神形态 是的 道德算不算精神形态 是的 甚至宗教算不算精神形态 是的 还有包括科学 其实也算是 就是那种科学观念 科学理念 其实也算是精神形态 还有什么呢 一种叫艺术 那好 请问文学是这些精神形态当中哪种 应该是哪种 艺术 对吧 应该是属于艺术的 那好 为什么呢 文学为什么是属于艺术的呢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文学 跟 就是艺术跟哲学 跟道德 跟宗教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 艺术 艺术 这种精神形态 它具有什么性呢 审美性 非常好 审美性 好 接下来有人就说了 好 那什么叫文学 定义 文学是艺术 是一种艺术 但是当我说文学是艺术的时候 你不觉得 不够吧 还差一点吧 为什么 因为在艺术门类当中也有很多 艺术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绘画 比如说音乐 比如说舞蹈 这些都叫艺术吧 甚至比如说建筑 还有文学 当然艺术门类还能画出很多 那请问 文学是所有的艺术门类当中 文学跟这些艺术门类有什么区别 什么性 文字 用的 就是它的媒介不一样 对吧 绘画用的是什么 视觉传达 音乐用的是什么 听觉 对吧 听觉旋律 靠的旋律 舞蹈靠的是什么 肢体 对吧 那么建筑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一些物质性的那些什么 那些东西 对吧 载体 然后接下来文学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语言 所以说 好 到这 你们发现 于是就有了一个相对比较经典的关于文学的定义 文学是什么呢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还是 俗加种差 文学首先是一种艺术 在它的 鼠类 临近的鼠上 它是艺术 没问题 第二 它在所有艺术门类中 它跟其他的种差关系是什么 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 好 这个定义 可以说 在目前 中国 很多的文学理论课堂上 以及很多的文学理论教材上 基本上都持这个定义 这个是一个非常主流的定义 主流定义 就是因为它确确实实 概括出来了文学的一些独特性 就是在众多的方式当中 找到了文学那个独特性 好 既然如此 那接下来就说了 那咱这个课就可以完了 定义找到了 文学是原艺术 同学们记住了 考试期末考试考 背 文学是原艺术 是不是就这么简单了吗 还是 我还要说回刚开始话 文学理论课不是让你把事物搞得很简单 找一个明确定义 这事就完了 而是要不然你把问题搞复杂 因为复杂才是事物的本质 所以说我特别不太喜欢 我为什么上课不喜欢让大家去念教材 因为教材全是这种定义 到最后把这个定义结出来 给学生那种感觉就是好像这个事就结束了 没有结束 比如说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假设 我们认同文学是原艺术 这个时候 有一个 假设 五年级的小孩 问我 跑过来问我 杨老师 你能告诉我文学是什么吗 然后我就说 孩子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这五年级小孩什么感觉 他会觉得这事搞清楚了吗 他懵了啥 你知道他接下来他会问我什么问题 什么是语言 什么是艺术 对吧 那这个很奇怪 你会发现我要给他解释什么是语言 什么是艺术 这事比解释什么是文学更复杂 所以说这里边你会发现 那好 我们就要反过来回头 数加重差 其实是有他的问题的 就是 其实不是这个定义结果出了问题 而是这种定义方式 从一开始就出现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反思 这是我要说 文学理论叫反思 反思一个问题 什么呢 就是 这应该是 第三个 数加重差定义法的问题 这种定义法的问题